我们现在继续讲如何破解 虚无主义啊 虚无主义 第三讲 我们按照编号的话 我们来到1-1-3-4 好吧 1-1-3-4 那么我们还是如法炮制 我们讲讲这个1-1是什么科学时代论啊 科学时代论 字越写越丑 我有点疲倦 那么1-1-3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3啊 代表中心化的一种运动 中心化 Centrify 那么在科学时代论里面 中心化会中心成中心化成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第三格代表是认识论 认识论的维度 那么在认识论维度的中心化 认识论维度中心化 所以很明显这里的3 其实它就代表着人类的 自我意识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啊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主意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种运动啊 是一个心理学的运动 实际上也是一个神经生理学的运动 或者说是整个西方心理学 神经生理学 心灵哲学 还有那个精神病理学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的一整套的一种理论范式 它就叫认知主义 它代表人物其实很有名的 比如说丹尼尔弹尼特啊 对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 如果套上4的话 就代表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为 人类赢回了自我 因为建构主义的话 那边是科学和这个 社会力量的一个博弈啊 不好意思写错了 科学versus这个社会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一个博弈 那么到了认知主义的话 它会承认人的心灵和意识 心灵和意识 它是有自我的逻辑在那边的 它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 心灵和意识有个独立性 也就是说这两者调节之下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它们的矛盾被一个中心给缓和了 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中心化 本来两个东西的对立 现在说这两个东西你别对立了 你们的成果就是一个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心灵和意识的一个维度 专门去研究这个维度里面的一些科学规律和社会规律 或者说通过科学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方法 科学的话就用数理逻辑或者怎么样的 社会学的话就是用一些博弈论 哲学 还有一些 自由主义的观念 还有些政治政治传统去解释 比如说什么自由的冒险 可能丹尼尔丹尼特写的一本书 他就用自由的进化来解释这个心灵和意识 他都通过类哲学的方式去解释心灵和意识的产生 所以他是三 所以他是三 而认知主义这里都是三 中心化就是坦缩到一个心灵的维度 但是这个这里的心灵 它并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心灵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科学实在论意义上 是科学和社会学之间那种对立啊 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 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那种对立 他讲一个妥协 妥协成了这所谓的心灵 那么这个心灵其实并不是传统观念论 或者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心灵 这个心灵只是一个对象 研究对象 一个论域 他最终还是受这个科学实在论的一个支配的 因为他们可以很简单的接受 心灵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们非要接受 这个脑连波是实在的啊 或者说神经元是实在的 对于认知主义所谓的哲学家 他们不是哲学家 认知主义科学家而言 否认心灵的实在非常容易 very easy 否认道德意识 说这东西都是假的虚幻的 很容易 但是要否认说前面一杠一 否认说物理学实在 比如说否认一个量子是虚假的 是一个数学构造啊 他们做不到啊 否认一个什么可能宇宙是实在的 因为如果他真的认知主义 有些学了分析哲学 他能证明一些什么多重宇宙 或者可能宇宙 语义学一生的或者或者就是这个实在论一生的 他们做不到啊 他们否认不了 所以这些政治主义实际上 他其实是 他其实一帮科学实在论者 不小心走入到了心灵和意识的围度 所以这些人在我看来也是哲学的门外汉 所以我把它归到一杠一上面 他们并不是哲学家 不懂 不知道如何去反思前面的秩序 科学实在论的秩序 他们反思不了 那么他们如何会陷入一种四呢 我把它叫做一种认知无我论 他的代表人物 其实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写过 代表人物叫梅琴格 梅琴格 是个德国的认知主义者 少了一个啊 不好意思 有没有啊 我记不得 他是个德国人啊 他是个德国的 有自己实验室 是个科学家啊 是个科学家 他就是认为 最终是无我的 没有就是这个 认知主义最后会发现 不存在一个 人格化的自我 不存在一个个体化的原子化的一个自我 他认为没有这么一个自我存在 因为 因为你如果按照 真的按照这个科学实在论的维度去 去研究心灵和意识 你会发现里面给出的所有东西 都是something positive 心灵和意识 他可以被还原 两方面还原 那么又要保持他的一个独立性的话 他会说他是在一个设计层面 他就会有一种 as a design 这也是那个 丹尼尔丹尼特也承认的 就是as a design 在设计层面 确实有所谓的自我存在 确实有所谓的自我存在 我要看一下 我当时 是怎么说的 比如说确实我们承认有些神经元 还有他和我们的意识功能之间有对应关系 但是问题就是说 梅清格认为 最终的自我 他并不是 你在这个研究心灵意识过程中 发现这种功能这些机制 而是他有一个透明的背景 有一个透明的背景 这个东西是查询不到任何的物理实在对应物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这已经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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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陆哲学的影响 但是你是个叛徒啊 他在一本书叫声音与现象 voice and phenomena 当中 批判过的那个胡塞尔的现象学 胡塞尔现象学里面就讲究一个transparency 讲究一个透明透明性 透明性 第一人称的自我反思 第一人称的直观 就是现象学家自己看自己的意识内容 意识活动 他是有一种透明性的 那么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凝视 这是一种凝视 然后是一种 是一种纯粹的一种声音 就是所谓的沉默 第一人的沉默 因为这个凝视过程中是 没有没有声音的不说话的没有语音的 但是他是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语音 所以他是最纯粹的语音 他里面是没有痕迹的 没有书写的痕迹的 有人痕迹他就不是透明了吗 所以信仰学家那种透明 在德里达那里看来是一种暴力啊 是一种死亡的一个暴力 在梅清哥那边他可能读过 我不确定啊 他借用了这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借用这种隐喻了 他当时他年代上肯定是比他晚了 later他肯定比他晚 这个家伙他就是通过对这个透明背景 他说自我如果是一种透明背景 那么这个透明背景是找不到任何物理学和神经 这个生理学上的对应物的 他是虚妄的 他是多余的假设 是可以用奥卡姆剃刀给他剃掉的啊 所以他们就他就认为在这个意义上 自我就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在啊用尽所有的科学方法 用尽所有的文化 他都有都利用这种哲学批判了啊 用哲学批判去解构他最后可以把人的心灵和意识 就直接也构成一个透明的背景 这个透明的背景是毫无 这个 毫无底层机制做基础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就不能够叫做存在 那他老哥没情歌同事 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反思一下对于存在本身的一个定义 对于zine 对于zine本身 对于beam本身的一个新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这个仪给他推翻了 对不对 或者把至少把前面这个仪给他推翻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非要去找他动刀子呢 你为什么前面这个柿子不挑硬的捏呢 你这种人啊 这种人其实就是受科学实在论洗脑太严重了 所以他最后情愿叫自己叫无我论啊 自我不存在 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物理层面的对应我还功能层面的 他没那个机制 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这种扩清作用的一个机制 transparency的一个机制 所以他就把自我虚啊消解掉了 这种虚无主义也也确实有可能存在的 因为比如说你学了佛教啊 学了佛教 这个三的话 他是一些设计师 或者所以他喜欢叫设计层面啊 设计师或者说程序员比较有灵性的 或者是学美术的学艺术的 这些人设计设计专业美术专业 还有一个程序员 他们会投靠到这个一杠一杠三 所谓的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和他们最亲和 因为他们学科学学不来 没办法掌握绝对的科学话语 学这个社会科学学人文学不来 可能就成绩不太好 说得好像上某些人心了 没没关系 成绩不好是应该的 现在教育体制这么糟糕 这么一个反动落后的 你成绩就该不好 当我没说 就你自己学的东西还是得学扎实 那个分数不能做一个完全的参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会容易是一杠一杠三 那么跑到这个无我论的层面 其实我们就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已经去世了 叫乔布斯 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 这种一杠一杠三杠四认知主义的无我论的代表人物 乔布斯 乔布斯同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喜欢说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一定要限定语境 我们说任何话 在限定语境 在这个意乔布斯 他代表的那种新生的新新萌生出来的 通过设计和美学 以及这种和意识功能 因为程序员实际上 他非常依赖于对于这个人工大脑的使用 他所以他要去掌握这些知识 对于计算机程式 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把握 所以乔布斯的话 他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他就代表了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 那么他最终也会走向无我论 不可避免的 所以这些人 他们也会开始就去了解禅宗 了解佛教里面的无我论 他也会了解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无我论者 斯宾诺沙可能也会了解一下 我不确定啊 他们最终会通过这种方式把自我的那个给他削解掉 抽离出来超越出来去设定一个自我意识的维度 普通人也会陷入到这个里面去 就是觉得自我 我辛辛苦苦 什么情况陷入啊 我辛辛苦苦打造了一个自我形象 但是社会不买单 我打造了一个自我形象 社会不买单 然后我发现我创造出这个这么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自我 在社会上是没有立身之地的 没有位置的 no position 没有位置 那么乔布斯这种资本家 他可能就是好多个乔布斯 乔布斯安乔布斯 这样 好多个人试错试出来 他有了一席之地 苹果有了一个位置 你还记得黑莓吗 啊类似的嘛 反正他现在没有位置了嘛 那么乔布斯有了位置 同样的很多的这种小个体户啊 设计美术和程序 不太被这两大社会话语所 包容的 他希望炮炮制一个自我的个性出来 然后获得一席之地 获得一个位置 最终他发现这个位置他获得不了 位置有限啊 哥哥前面都是死的秩序啊 这些秩序都很硬啊 都很死啊 怎么可能给你多少位置呢 没有位置 被轻视了啊 特别是恋爱当中有的挫折 或者父母 就是他你已经成人了 成年了 你还现在在家里 他需要情感依赖的时候 没有得到好的回应 他就会变成一种虚无主义者 但这是临时的 好多女孩子会甚至会出家 很多男孩子会参禅悟道 回归到一种灵性主义传统一种 那么这个东西就运动起来了 特别是前面这个会懂 这个也会懂就运动起来 那是在我看来还算是比较良心的 因为至少他懂得有创造力 他能够创造一个自我 虽然是在这个一杠一科学主义的这个前提之下在创造自我 但是他是在创造自我 你看我我每次讲完都会把这这张纸创造的非常丑陋啊 所以我不是一个一杠一杠三 我不希望去创造一种设计美术城市上面一种间接一种透明感 No I'm not fond of it 我不感兴趣这种玩意啊 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行了 什么时候会产生的第三种虚无主义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什么样背景的人 什么样的文化 社会历史的背景 什么样的机制 那么怎么破除它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环节 只要哪一个环节断掉 它就能破除它 问题是你能断掉吗 你能就是说在一杠一下面 你能让自己相信在这个一杠一的科学时代论的这个前提之下 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前提之下 去设想通过科学和这个社会两种话语的杂柔 去炮制出一个所谓的心灵和意识这种方法 注定是会失败的 你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吗 简单来说你不是不是你因为你有个性 所以你没有位置 而是因为你不够有个性 你不够反叛到把前面的这个一杠一给他推翻掉 所以你没有位置 你没有位置 你就会感到整个符号系统的荒谬 这个前面这个一杠一这个符号系统 前面科学实在论的这么一个科学法则 作为藏进人 后面物理实在 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就是金钱 金钱这么一个白手套 代表秩序的藏进人 代表金钱代表物质的 啊这个白手套 这两个东西建构起来一个同盟 他支配了整个场域和里面实实在在的那些 那个重大的格局 重大力分配格局 然后导致你没有位置 导致你没有位置 所以陷入一种虚无 哎呀我这话都不是话不下的 反正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那你问题是你要不要反思这个秩序本身 啊这个前面是代表power 后面代表existence 社会存在啊 要不要去反抗呢 问题来了 好吧 如果说你不去 你继续匍匐在这个秩序 一杠一的秩序下面的话 那你就 甘之如意的做一个虚无主义 而且我也告诉你 你有办法是这边变成二 就信仰宗教吧 或者怎么样 或者这里其实也可以变成二 那就去搞点稍微无害一点的 稍微有一点的小冲突的形状上学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这是第三种虚无主义 这种虚无主义